是一个窄幅震荡 市场显得活力不足 我们怎么看待当前的市场运行呢 首先大的方向我们说过了 这地方我现在预判啊 有可能是一个一分钟线段的回抽 对3333 但这个高点具体在哪 以及过不过 其实现在是我们等待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里还有一种可能 如果说比较弱的话 这里很有可能大概就在这 因为这是这个一分钟中枢的上演嘛 然后今天这个震荡 大家仔细看啊 其实盘中有一度看起来有点吓人 是吧 就这里 其实这个位置你仔细看啊 它其实是一个 就指数是个一分钟震荡 然后呢 试图往下走 但是被拉回 其实这地方就变成了震荡的延伸了 所以我现在想象的一个状态 就是通过这个震荡之后 指数应该有一个往上碳的动作 然后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 就取决于这个碳的力度 如果这个碳的力度很一般 到了3330附近就不行了 就往回调头了 这个反弹弄不好就结束了 如果这个力度很强 那么那么可以去试试看 能不能挑战一下3330 对吧 然后大方向上 我们现在因为 我觉得局势现在对空的话 还是比较有利 所以大方向上 我们还是假设是个弱势 所以仓位上 仍然建议是清仓 这是关于指数的情况 然后另外板块这块呢 大家注意这两天 其实市场在酝酿新热点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 你老热点当然挺好的 但是你要靠它 把市场在大幅带上决限 想象力已经不够了 今天呢 出来的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华为概念吧 你鸿蒙也好 欧拉也好 昆蓬也好 国产操作系统也好 其实我觉得可以统称为华为概念吧 所以我们看鸿蒙概念 这样的板块指数 其实是个中阴线 这个走法 大家觉不觉得很熟悉 跟昨天的环保 是一样的走法的 你跟中阳线立上去 放大量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重因素 一个是市场 其实还是在找补涨 但这时候 它就不再去启动过去的这个 汽车或者电力设备 而是寻找新的方向 但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 这个成功率可能不太高 所以市场现在 其实本质上来讲 还是在竞争啊 如果说这点粮食就够俩人吃 那么是哪两个人呢 也许只有一个人 对吧 所以现在市场 显然是在竞争注意力 那么 我们现在只能说观察 因为我现在看环保啊 环保其实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虽然这结论下的有点早 但你看今天环保概念里 其实它的几个龙头啊 我个人觉得整体走的 还是可以的 恒大高新是这论 环保的龙头 对吧 最近很多股票连板的走法 中原环保 我个人感觉这里面 其实环保的龙头 如果还在涨的话 对这个板块的带动性 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适度的去看一看 然后现在其实就面临着 比如说你环保跟华为 是哪个好的问题 这个现在答不出来了 华为概念这块来讲强度现在不够 今天这个阳线还不错 但是我们看一看在明后天能不能持续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吧 多少有点尴尬 就是从指数看的 其实是已经偏弱了 这时候如果有些板块能跳出来的话 这时候我们本质上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可能要特别小心 我现在看下来 这是第一天看下来 我觉得环保应该还可以 可能再跟踪一两天吧 看看能不能在环保里找一些 我觉得先从短线看起吧 另外之前我们说了这个航运 对吧 港口航运这块 可能中线结构更好一点 可能我们观察着 但其他东西呢 现在还是老的热点里 这轮其实应该说这个 汽车零部件衍生出一个新的这个概念 叫一体化压轴 通过这个呢 汽车零部件板块也创了新高 汽车整车好像就比较难了 因为整车我们之前说过 它比电力设备弱 现在看它比汽车零部件还弱 这是因为汽车整车里 衍生不出新的概念来 因为整车呢 数量比较少 而且相对来讲 业务就是造整车 你可能想象空间不大 所以现在比较强的一个是 这个汽车零部件 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这个 我们之前说的电力设备 这个软件有点慢 这个电力设备 我觉得还是实际上是指数的核心啊 权重在这摆着呢 比切成一部件大 然后这地方我们之前说过 我假设 我假设它是要回来的 对吧 那如果回来 这指数就成顶了 但现在这地方 你注意电力设备这个位置 其实是一个小的 一分钟背驰已经成了 但是因为这个位置 只是离开一点点 我觉得还能看 这有可能还会延伸的 所以我在想 如果指数未来两天 还要在外面 窜一窜 我估计啊 电力设备的延伸是挺有可能 这种情况之后 互相成就吧 所以这可能是电力设备 这个我们的看见 然后这个过程中 可能就是一些 可能我觉得不涨的东西了 因为 要么再延伸出新概念来 在电力设备里 再延伸出新概念来 结合不涨 再做一波 我觉得前面涨的多的东西 现在已经比较难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 因为仓位本身这也很轻 我们现在重点中线就是 因为国电南瑞 就是在电力设备里的新概念 虚拟电厂 而且涨得少 然后本质上来讲 我们还有点电力 其他的目前是没有的 所以中线这块看一看 我们现在核心 还是看一些中期结构 之前我们比较关心的股票 看看有没有机会 对吧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看一看 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可能 一些新热点出现 我的经验是这样 如果有些热点出现 这波如果市场不好 它不一定上得去 它可能会带下来 但是不要紧 等市场起问以后 这个显现出的新热点 可能后面还会有生命力的 所以包括现在你看 像虚拟电厂 对吧 这个板块指数 说实话 它是个新指数 但它目前这个走势 是挺堆路的 包括今天有一个 生物智能发电 因为我对新指数很敏感 今天它出来了 我在想 其实生物智能发电 本质上跟环保 是强相关的 你看它里面 长青集团 长青应该是环保吧 看看啊 它是电力 它不是 富春环保是环保 生物智能发电里面 其实有很多都跟 都跟那个环保相关 它本身它有带有电的概念在 所以这种细分的子行业这一块 可能是值得我们看的 包括我自己现在还在重点看机器人 因为机器人虽然现在不大突出吧 但是我觉得机器人这轮的表现 其实可以的 所以我完全可以把希望放在指数这轮 调完以后 这些东西有没有再起来的这种机会 所以新生的一些像虚拟电厂啊 生物智能发电啊 机器人这种概念 其实都是目前我比较关心的 但是可能得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所以在板块上这块是这样的 跟我这块来讲呢 全英高科今天的掌势呢 我觉得是 我之前说过是不好做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反弹 如果出五分钟一笔 我会怀疑 它是对之前这个一分钟中枢的回抽 这没过之前 就是我之前说16嘛 我会把它当弱势看 所以我今天建议大家不动 然后招呼轮船昨天这个上涨 加今天的上涨 其实两天涨得很快 但这里面我跟大家讲了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找不到买点 或者是找不到 让自己觉得心里稍微踏实一点的买点 也不能说找不到 所以从招呼轮船的角度去看 现在还是保持着震荡 我觉得这里实际上不应该去买 放了大量 可以看看啊 它后面怎么走啊 但我觉得这里 其实现在的走势应该很难买 这也先过吧 然后戈尔股份这个位置 其实它还是维持着一个五分钟震荡的出行赛 这个位置既没有背试下去 也没有出中暴 所以现在也不能急 然后看一下三海能源 三海能源之前 因为我建议大家抽调的逻辑 我说的清楚 就是说我觉得它没有走成我们想要的趋势吗 你把之前的一分钟三脉给破掉了 现在这个走势呢 其实隐隐约约觉得还是不强 大家感觉到就是有一点好像走一个大的一分钟震荡的这种感觉 这里呢 我觉得因为已经把加仓的筹码撤出来了 所以这也不用急 我是觉得就守着六块三毛四的止损嘛 如果震着震着能延伸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到六块三毛四把底仓出来就可以 所以现在三海能源持有 然后另外一个呢 有色我这边就不说了 因为我们说现在西叶股份反而走的比西部矿业要清楚 因为西叶创了新低 假设他创新低这一天 其实他要公布自己的业绩了 其实是不好的 大家看数据是非常好 盈利非常多 均值在50%的增长 但是为什么那天大跌呢 因为你看他一季度 他一季度的增长可是在200%多的增长 到了你想一季度净率已经12亿了 你公布中报的时候 公布是14到16亿 一个季度赚12亿 二季度只赚两三个亿 这时候大家就会怀疑你的问题了 当然他也总结了这个东西吧 大家可以看看 实际上我觉得跟西价本身下跌 其实应该也有些关系 但我不知道他这个库存有多少 然后按照财务报表这块 他有没有根据现在的价格 可能把这里面进行重新计算 但是本质上来讲 他现在走的反而清楚一些 就是一个是业绩不好的事 已经比较不好吧 增长率下降的事情已经出来了 第二 现在再往下走 我的感觉就是最好能再往下走一走 所以现在这个有色这块应该动不了 前两天很多人问紫金矿业 紫金矿业的优点 其实也很明显吧 紫金矿业的优点就是说 它的盘子比较大 然后它有一个这个结构在 但我为什么就不太建议现在动呢 就是你你你现在不好说紫金矿业是是假突破吧 虽然昨天是一根中阳线对吧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个这个结构里看 我觉得这地方现在还判断不出来吧 你要么等它收回来 就是你放弃一点点空间嘛 你都能把这个我画的这个点收回来确认一下 我觉得再考虑 那就等于你买了一个大震荡的下沿嘛 这是可以的 但是就单凭这个阳线 如果这么走明天再晃到两下 这真不好说能不能上去 如果它不上去不就变成下海突破了吗 我这个地方我觉得还不能太着急啊 然后现在再看浩华我就不说了 因为这种震荡我跟大家解释过了 不行 然后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做 那就再等一次 其实最好是上去以后再等一次下 如果下到这还不下去 你们愿意在这上面上沿也好 下沿也拿一点都可以接受 但我现在是铁了心等 等那个下 我觉得那个位置会比较安全一些 我前面露说了一个原心才是吧 原心才现在总是其实就很尴尬了 越看到这就越不能动了 因为这两天的反弹呢 它跟指数一样 它现在体现出一个不太强的走势来 然后不太强里呢 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 它好像现在过不了这个一分钟中枢 你看它现在这第一次啊 如果明后天再冲一次再过不去 我觉得这里就是个两可走势 可上可下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真要买的话 就得等把这个地方过掉 站上去才行 否则这个位置 这个震荡你不能只认为它有可能向上 它还有这种可能性 是吧 所以现在其实是在我们之前预估的一个压力支撑位置 附近确实在止跌 但是这个位置啊 现在把握不大啊 不大 然后跟大家再说说之前那个 有一个叫杨洁科技的 大家记得吧 其实杨洁的走势这轮是没长 这轮半导体力它长的也不多 杨洁其实大家咱们知道 咱们做了一次 是个平进平出对吧 就是在这儿 我们好像是在这里进去的 然后后面两天赚了六个点吧 然后打到成本 我建议先出了 其实你看他跟杨洁有一点像在哪呢 杨洁下去以后不是破了吗 我们当时也确实准备好 有没有机会可以把它捡回来 但是你看当时的状况就是 他其实被自己这个一分钟中枢给压住了 当然 其实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觉得 哦 这地方是不是有反扑上去的这种可能性 尤其是这一次 但这种结构其实在当时看起来 尤其这一破下去就没什么把握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个位置是可以试一下的 就站在一分钟图 试完以后 你这个地方得马上走嘛 但他现在就变成了 被自己的一分钟中枢给挡住 变成了一个下跌走势 这个位置你现在只能朝着前低去看了 对吧 现在还不到嘛 对吧 所以现在有沿这个走势呢 我就觉得 得稍微注意一点 他这轮调整来的挺凶的 但是这个走势目前看 其实是还不能判断止跌 所以这个现在也动不了 然后今天的国电乃瑞呢 走得又让人仇人 是吧 有点弱 这地方我倒觉得呢 第一呢 不用急 是这样 这地方我们现在设立一个止损 其实在28会有毛4 我觉得不用动 正常来讲 你不能把这跌穿吧 跌穿我就会认为 你这次突破是失败了嘛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地方其实是 国电乃瑞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位置 对吧 那么这地方其实按理说 之前有个小震荡突破以后 我们想象的应该是一个快速上涨 但是今天这个走势 因为昨天还看不出来 今天走势一出呢 就意味着一分钟级别 昨天我是在选方向嘛 选的向下了 这个位置往下走呢 如果破了止损 这是没话说的 肯定得走吧 但如果这时候正常去看 我们说如果电力设备 还有延伸的话 很容易想到 可能还是虚拟电厂概念吧 所以这里要看看它的反拉 如果有的话 这反拉如果能拉到前高 或者再上新高呢 我估计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应该是个突破 但这个地方 现在就是耐心观察就行了 整个虚拟电厂 今天呢走的不算太强 这里面个股其实也有些分化 既有继续涨停的 可能也有前期龙头出现跌停的 对吧 其实国电南瑞跟许记 跟国电南字 应该都是比较像的 它目前的状态也比较像 这个位置我是觉得可以再看一看 先收好直升点就行 所以整个中线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 短线这块来讲呢 我们之前说的太阳能也是 其实也是同一个概念 在行政突破之后呢 这个位置现在还不能急着下结论 因为它之前的这个我们买入成本8块7毛3嘛 对吧 这个地方来讲 你现在这个调整 你还不能断言说它就不行了 所以我今天中午跟大家建议说 我们把止损点移动一下 移动到成本上 如果明天继续往下走 破掉8块7毛3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突破失败了 当然它可以失败下来以后再延伸 你可以再看 但如果能在这守一守明天再往上走 那就应该是个成功的突破 所以今天这个阴线放在这以后 我觉得我建议的策略就是把止损点移动到8块7毛3 就是买入架上 那么如果买入架破了 那么就走掉 如果明天开发往上冲 那就没事 而另外港口航运这块 因为我说招商我们看不了 我们选了一个日照港 看看是不是先从短线做起 它现在这地方来讲呢 应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五分钟震荡 因为它已经不在下沿上了 所以这位置我在想 如果能突破的话 比较常规的走法 就可能再做一分钟震荡 如果有这个一分钟震荡 过这个高点 不一定要过这个高点 可能是一分钟震荡高点过了 我觉得可能我们就可以试一试 因为这个板块 其实挺多股票 目前的结构都还可以 包括我们最早说的招商港口 因为这个股票流动性 实在是有点有点问题 今天就3000万 其实这种结构呢 应该也没坏 中海港是略有点坏了 对吧 现在都在下沿附近 但是它走的不如日照港墙 所以港口航运作为一个带有公共事业属性的东西 我觉得跟高速公路运输比较像 它有没有可能是最近 在市场不太景气的情况下 会出现的一个热点 这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但总体而言 跟大家建议还是 现在得把仓位给守住了 这个地方放不出来啊 今天这种行情呢 其实你说弱吧 好像也不是特别弱 但是整个感觉就是没什么劲儿 这种新热点呢 现在不大清晰 然后老热点这块 你像刚才我们说电力社会 其实本身也面临着是不是有见顶的这种可能性 因为这个板块 我始终觉得这一轮 是整个市场上涨的核心 比汽车零部件和汽车整设的影响力都要大 因为它的股票数量非常多 而且里面像宁德时代也是电力社会板块 对吧 所以整个的一个 整个市场的状况 我觉得还是仓位上还是要偏低 然后我觉得争取是在这里下 下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再把仓位慢慢放上去 港股这一块呢 我的担心程度比我还要高 因为之前我说过 我现在挺 挺 就是觉得啊 就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这里现在是一个对这的反抽 形成一个震荡 如果这种情况成了 我基本可以说 这地点应该是保不住了 你要破大它就得尽快上 就不要拖 你要再拖一两天 我都觉得多半就够呛了 尽快用重要线上 这样一上呢 就还行 就揪回来了 就变成一个震荡 这还有可能冲 所以 我觉得 恒生指数这个走势啊 因为它这个结构也是 看起来 不太好 不太妙 我觉得 所以这里面 我对港股的看法 我采用了一种非常保守的策略 就是我就是等 我别的什么都不想 你比如说海底拉 我盯了好久了 我的想法就是 你不破十块钱 我就不看 因为从周线上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 从85块港币跌下来以后呢 这是一个小中枢 这是一个小中枢 其实这个背驰已经成了 但要命的是 这个背驰成了以后 跟这个中枢发生关系以后 现在好像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下跌中枢 那如果这个震荡完以后再往下走 那就变成了这一轮最大的中枢就只有这一个 不知道下不下得去 但我们是按这个思路等的 那么这时候你就要去看这个背驰 那我估计多半是要背驰的吧 因为现在整个餐饮这块 大家看国内 我不是对不起 我扣我 就是内地市场这块走的还可以的 酒店餐饮 但是你看港股其实没有那么乐观 你像海底拉 这应该是很正宗的一个餐饮企业 而且体量也比较大 没涨这轮 就是从4月27号反弹 当然他中间这段下跌没再跌了 但是他这轮也不涨 你看这种走势我都觉得 反正多多少少一点感觉是摇摇欲坠 就是感觉不太好 所以你这时候你说你想买你怎么买 当然这个价格有吸引力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能有一个新低 可能吸引力更大 所以这时候我采用的策略是等 之前收打里健康差不多 小米这这 就是之前这种都还好 但是你马上涨了以后就慢慢回落 那这种你就不得不让我想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新低 小米这种比如说 再晃晃以后再有个新低 那这种点就 我觉得就还比较好 你想他36港币 如果跌到10块港币以下 我觉得应该还行 对吧 所以整个包括像B站 你能给大家举例子 B站其实港股之后是很清楚的 一个大中枢 两个大中枢 你只不过是第二个中枢的转换 你是转上去还是转下去 我现在很简单 我等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概率大 而且这个把握大 你转下去转到 因为你这125 转下去可能是100港币了 100港币 1000跌到100 差不多了 90%了 这一波 那么我觉得至少是拉回去 至于能走上去 还是拉回去 这其实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因为你如果下去是100港币的话 这个上沿是200港币 你就有机会做翻倍 但是这种东西你只能靠等 因为现在这时候在中枢中间震荡 人都会患得患事 说那万一你说的不对怎么办呢 就下去了怎么办 我的答案就是 那如果说的不对就不做了呗 或者是你要真喜欢它 你就到这上面突破掉 做一个五分钟三买 如果觉得不愿意做 你觉得大趋势不好 你就放掉它 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显得有点保守 但是目前我也觉得 确实好像就得用这种保守策略 瑞生 我们之前给大家分析过 你从月星看 这是一个挺著名的升学的企业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近似的周 叫它什么中枢无所谓 它现在是在这么走 然后这个小中枢如果被迟了的话 那我觉得整个大被迟也就发生了 可能会有一个回答这个动作 但是你看它现在这段时间 其实也啥事没干 就是不停在震 这个震吧 稍微有点担心 因为离地点太近了 你看 我看现在好像就快手 看着好像不那么危险 但是说实话 快手的走势面临的 我觉得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你说快手在这有没有可能这么走 当然得承认有这种可能 但是这晃晃晃 不小心你在这晃下来 这种概率其实挺高的 然后其实有可能是 这个中枢被迟以后快手才见底 快手是套住所有人的 即使投资者都套住了 你想上市高点417 现在79港币 前面53跌了90% 再下去 对吧 我觉得这超跌是可以做 但是你在这种位置 反正我是不大擅长 或者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你说你现在只能这么假设 你说假如港股在这止跌住了 你说快手能看吧 可以的 他就类似于跟前面的美团一样 就相当于说 在这个位置 他如果止跌把这过了 把这过了 你可以试一试 但是我不太推荐 因为我觉得大方向是向下的 实在是 没有太大的把握 包括前面说的康熙 康熙诺这种港股也跌得很厉害 基本跌了90% 449 不是90% 说错了 到低点可能接近90% 但是这地方离低点也很近 稍微一晃下来 就奔50港币去了 那基本就是90% 我觉得下来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看了一圈港股 我最终的选择是 咱们之前找到中列中科 前面的地点3块7毛2港币 现在在3块9毛7 太近了 我都觉得振一振 随时一根中线线下来就是新低 我只能等这种位置 我现在觉得 从概率上我是这么想的 当然 我觉得这种东西 如果说赶到一个好时候 港股这轮反弹可能比A股要厉害 因为你看港股中列中科 是3块9毛7 就4块钱港币吧 中列中科人民币还有5块8了 现在 之前是1比0.8 我现在 美元最近升了点值 跟港币1比0.9 有我不知道但肯定是港股便宜嘛 对吧 所以港股这块我的看法还是耐心等吧 虽然是等了很久还没出来 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发动商品这块来讲呢 我们最近在看的是 有色加上那个胶跟糖是吧 先说有色 这锡啊 其实这波动非常的大 你看昨天涨了7个点对吧 我昨天因为我的判断是说如果你不想占便宜 你得承认锡是没有买点的 因为锡这种位置稍微迫屈一点呢 其实它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下跌中枢的延伸 所以我画的图是这样的 现在面临选择了 锡这里如果啊 锡你看今天跌下来以后离前低 我觉得不太远了 这里面可能面临着很复杂的震荡 但我还是觉得如果要买锡做多的话 最好的点应该是这样下去 抓这个背驰 如果他拒绝下去 或者下去一点就起来 这个结构中你就非常难找到买一点 我觉得在这耗精力不值得 除非你心特别大 你说我就买了 反正往下 我觉得下不去 那是另一说 那如果从交易角度来讲 你这种过程如果是这样震的话 你在里面是提心吊胆的 然后还不好做 你不如就等他过了前面的高点再说 因为你想 你从日线看 锡如果最终 他要成为真正的中线地点 你肯定得把这儿过了吧 就比这高点高一点 这个位置还得我确认 你要觉得我把我一分钟确认就进北 对吧 所以如果是我 我就会等这个 有没有那是另一说 但是如果从规则上来讲 你现在的选择就是要么下去 要么上去 中间震是不做的 所以西的状态是这样 我反倒是觉得千可能快成了 因为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震荡 大震荡里套着小震荡 因为我跟大家说了 周线上其实这个震荡的时间已经 20年8月到现在基本上已经两年了 这两年其实是没有任何方向的 那这时候就看你的 看你眼光了 你是往上看还是往下看 我是往上看的 那么这个位置基本离下眼表近 再有一个他前两天这个突破 现在看我觉得是有假突破的味道吧 一根线就收回来了 那这个位置我觉得给他稍微震一震 我觉得底仓已经开始可以打起来了 我觉得震一阵是什么概念啊 就是因为他上的很急嘛 我觉得做个一分钟震荡 然后如果震荡完了以后 往上过高点 我个人感觉可以开始打起来了 然后止损点你就放在这个震荡 震荡的下眼或者低一点都可以 然后上去了 初三买了 你可以再加仓吧 我感觉 签这里是可以准备考虑了 锡当然也可以考虑 但锡的波动很大 锡这块就 你得你看着 要不下去 要不上去 对吧 然后胶这块 我现在特别特别的谨慎 因为胶这地方其实是有力度的 我觉得胶这地方得把这个地方给过掉了 而且还得三买确认 我才认为它止跌 现在这地方你看它是过不去的嘛 得等 糖的情况也很像 糖呢算是在期货品种中走得比较强了 你看它其实最近跌幅比较小 然后周线看 它其实也确实在前面地点附近 这是我为什么看它的缘故 那糖这稍微缺点火候 是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 糖这里其实在这肯定是有一个下跌中枢的嘛 它现在正好顶着这 它也没过 这地方吧 要不然它把它过了再说吧 咱们再确认掉 好吧 所以现在这地方 如果它通过一个震荡 能把这个压力过了 确认一下 我觉得糖是可以考虑做多的 糖跟胶的走势很像 就是都是周线 就没怎么大涨 周线在前面这个地点附近 有止跌迹象 你看胶其实也是 胶现在呢 就是略微差一点 是因为 它之前在这儿是比较好看的 它现在把这略破了一点 所以我在这儿特别小心 我要防它是个真正的突破 对吧 但如果这地方能收回去 我觉得胶也是下不去的嘛 所以现在为什么胶那么谨慎 就是你 你得把它收回去才行啊 你要是在这儿震 收不回去 我就怀疑你是要继续往下走了吧 所以大东商品这块来讲 我觉得可能就这两类品种啊 目前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啊 那基本上市场就是这样 然后现在强烈的核心点 一个是仓位还要轻 第二个就是啊 现在可能努力的去思考 就如果就再给一次机会 比如市场真的过到三千一百多点了 下来了 你觉得位置还不错 可以稍微加电仓了 买什么 我的思路跟大家说了 因为从中期结构看 我觉得从板块指数 这个角度看 现在比较好的农业 化学之药 还有一个是这个港口航运 然后从另一个视角 就是从现在热度延伸的角度看 现在很显然 就是还是新能源这块比较好 然后最近有几个方向引起我注意的 就是前面我说了 一个是机器人 机器人我觉得这轮的表现 其实是应该是还挺超预期的 再一个是什么 而且机器人是采取的概念 就他很新很新 你知道吧 还有一个就是虚拟电厂 虽然理论上来讲 虚拟电厂只是一个 就是细分子概念 但是他可以把储能 什么都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概念挺好的 挺有号召力的 储能虚拟电厂最近的强度也不错 所以我现在考虑 除了考虑刚才看好的板块指数之外 顺着热度延伸的角度 我现在会重点考虑 机器人跟虚拟电厂 我会在里面找中线股票 所以我在想 如果这轮下来给我们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找一些股票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当然还有一个思路 就是说找双输的股票 就是类似于像西叶股份这种 那天有同学问到了 半导体里有个什么 我忘了 就是又创新低了 就等着这轮完全没涨 而且前期也不是没跌 前期也跌了 找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如果实际合适的话 把业绩出完 做超低还可以 尽量往热门板块里选 这也是一个思路 所以最近整个中线的方向 我是这么思路 感谢观看